我們再補充一下巧欣 畢竟我們今天請四叉貓來 那因為巧欣有一些行為 應該也是針對你明天的活動 來解心喊話 比方他送了那個 指甲檢的工具組對不對 然後還跟鄰居朋友說 不好意思啦 這人剛剛有人衝著我 所以要來我們這附近 可能會造成一些困擾或是什麼的 那請大家見諒 立法委員徐巧欣對不對 你覺得他這個動作是要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刻意 但是昨天他其實就是 到愛家愛戶 就是在他的那個街坊鄰居 就塞了這個指甲刀柱 然後我看完他上面貼的這個 我第一個開線是什麼你知道嗎 要巧欣認證我是網紅了 因為他上面寫說網紅視察 你要有自信心嘛 巧欣認證的網紅 但是我就覺得說這有點假掰 就是你其實做了那麼多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說 這些事情因你而起的 然後你竟然就是說 因為四超貓要去那個 你家門口辦活動 要打卡拍照 然後會影響到大家 但是我也是很感激 那個巧欣姐姐幫我安撫一下 附近周遭的民眾啦 就是感謝 第一個感謝他幫我宣傳活動 第二個就是那個 感謝他那個幫我安撫民眾 那我們明天呢 其實我也有一些規定事項 但是我想先說一下說 那個他的那個指甲刀剪 因為他的這個指甲刀剪 其實從他那個選舉的時候 就在送了啦 所以這看起來應該就是 選舉沒送完的那個 不是在意 我覺得是庫存啦 清一下庫存 所以就是現在又拿出來 這個我也有 你也有 你有做到嗎 那個富昆琪送我們的 一萬多 富昆琪跟這個98%像 富昆琪多一隻 然後其他都一樣 我看到是底色 好像稍微不太一樣 對 底色是黑的 因為他都是藍的底色 然後富昆琪那個是黑一點的 富昆琪多一個小小掏掏耳棒 對 他就多一根 再一個小 其他都一樣 對 然後也有人質疑說 那個曉欣送這個 會不會那個 違反那個選拔法 因為現在這樣不是選舉期間 然後所以這個應該 這個29塊啦 還好啦這個 對 要怪 你知道嗎 因為昨天在討論的時候 那個有當地的居民 就跟我爆料 他說那個去年 曉欣就是有一台車車 這個叫做什麼勇氣號 還是什麼爭氣號 爭氣號 然後在中輪高中門口演講的時候 那一天去的 有我們比較認識的那個原資 所以原資也可以幫我們作證 那一場活動 然後當地的居民 去那邊領了這些東西 他說他們領了一個洗碗機 然後一個沙奇馬 沙奇馬一罐水 還有那個這個應該是 小袋子還是什麼東西的 那這個東西網路上的販售價 單罐是39元 那這個沙奇馬 他之前巧心自己說 這個才7塊錢 對 然後一罐水 這個怎麼加 應該當然只有一罐 就是一罐這個 然後一個沙奇馬 然後一個這個 然後一罐水 這樣加起來 應該是有超過30塊 所以要質疑的話 我覺得質疑他選舉 送的這些東西 應該很多都超級過30塊 但我覺得巧心 沒有要解釋的意思 對啊 那明天的活動 我自己是早上10點 就是會在現場 現場到晚上10點 那我有規定一些事項 你現在有沒有稍微比較不安 因為越到明天 時間越來越接近了 然後又有很多人提醒你 可能有人來鬧場 包括有一個新粉 你有截到他的圖 那個人就說他要對付 你是四叉貓 他說他要對付三角貓 然後說他會去現場 然後我說歡迎 我說歡迎你來 然後他說你如果敢打我的話 我就告你 告到死 我想沒有 你說你要對付我 那我說我歡迎你來 結果現在又 結果他還可以賣 其實這一陣子 其實一直有那個 自從我申請通過之後 一直有一些 比較不理性的新粉 就是到處來留言 或怎麼樣的 那我就是說我是歡迎他 但是因為杜權是我的 所以我有定下規則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 有素質的那個公民 我們就是不要吵到 那個當地的居民 不要跟巧幸一樣 帶著質笛到處吹 所以明天不要帶質笛來 不要帶氣笛來 我們就是安安靜靜的來 然後就是 因為我是臨時租借道路 所以就是不要賭道路 然後不要餵食 不要喧嘩 因為如果餵食的話 那個最後垃圾 我要負責拿去丟 很不方便 所以大家自己帶錢來 然後自己去附近找東西吃 然後吃完把垃圾 就是自己帶走 這樣就好了 然後有幾個就是包括說 那個最重要的空拍機 空拍機就是千萬不要使用 就是我如果有 看到有使用空拍機 我會覺得說 這可能是巧心的臥底 我會請你那個警察 幫我就是驅離 然後其實我希望就是 政治人物都不要來我的場子 因為巧心一定會找 他的助理在那現場拍照 那巧心如果拍到某某政治人物 說送一箱水 他就會貼標籤 他就被標籤 就這樣 都是民進黨在支援刺叉貓的 沒有啦 我這次的那個活動 都我自己出錢的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就是 大家如果就是那個 政治人物的話 就這次不要過來 然後名嘴可以 但是政治人物不要來 但是唯一政治人物 我會歡迎的就是那個 費鴻泰 歡迎費鴻泰到現場來拍照打卡 如果費鴻泰想要做選民服務 想要就是說 報稅金 對 報稅金 因為費鴻泰很常幫民眾報稅 費鴻泰如果想要做這個選服的話 我可以給他一張桌子跟一張椅子 在他現場幫忙報稅 所以 然後如果費鴻泰如果有站住水的話 我會把他的那個水的那個大頭 去擺在最前面給大家看 最顯眼的地方 放到最顯眼的地方 所以希望費鴻泰可以來參加我的活動 好不好 然後因為那個 雖然說有其他台說是要去那個 要去朝聖很多那個什麼建案 但是你知道我畢竟比較走溫馨路線 所以我做的圖是那個 朝聖美食之旅 附近各種美食 我都那個標注好了 就大家歡迎去附近的地方吃美食 然後可以到我的粉絲團上面 看這個標注的地點 然後明天就是最近的捷運站是國父紀念館站跟南京三民站 歡迎大家來玩 好 因為巧欣本來不是也是歡迎大家來玩嗎 可是他接連兩天都在他自己的好朋友的頻道上面 在直播當中他對我在罵 等一下四朝貓也可以繼續補充 他不是罵說什麼 就是做無恥的事情 我幹嘛要阻止你們嗎 這是第一天的講法 後來他又說 這些人到我家打卡就是很低俗 很噁心 很下流的事情 我幹嘛要阻止他們 他講的那些事情 他之前都做過 不過他表裡如意 他真的沒有阻止 他的姐夫去洗錢 他有阻止嗎 他的姐姐跟姐夫一起去拿人家的錢 去做壞事 他有阻止 這不羞恥 這不丟臉 這不羞羞臉嗎 如果他有去阻止 這些人的錢不會被騙 如果他有去阻止 這個詐騙洗錢案件不會出現 你姐姐姐夫不會被抓去收押 你你的婆婆的錢不會被騙 你的一百萬也不會分成兩次存 變成一張衛生紙 都不會 所以徐曉青是表裡如意 他對於羞恥的事 對於羞羞臉的事 對於不好的事 他從來不阻止 這就是他 對不對 況且他自己也做過 他不都萬里過嗎 對啊 那個腰怎麼彎的我不知道 那個腰怎麼彎的我不知道 而且他那個腿也是扭曲的 滿厲害的 那個是 那個是 渾然天成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哆啦Amo的動作 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機械貓哆啦Amo的動作 我是在做不到 那不羞羞臉嗎 怎麼會有人大而化之公開光天化日之下 講出這種讓人家無法理解的事 這還是選民投出來的 所以我說費洪泰先生 其實你的施政 雖然你的這個問政 當時可能很多人對你產生不解 可是我覺得選民現在應該覺得 還是費洪泰比較好 費洪泰至少還會幫我報稅 還會幫我做法服 費洪泰還會來對大家虛寒問暖 許小新當選立委以後 我想請問松信地區 除了這個修容組之外 你還拿到什麼樣的服務 修容組比羞恥重要吧 好像比較重要 因為二十九塊 修容組比羞恥心重要 可是我告訴大家 上面寫了那麼多預告四叉貓的事 我覺得他只要寫四個字就好了 反對都更 就好啦 每家投一個鄰居不好意思 這我送給你的 我反對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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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一個送 你只要送告訴你 你反對都更就好了 那你為什麼要寫四叉貓 四叉貓有去告訴你 他他對都更要幹什麼嗎 他有說要去打擾這些鄰居嗎 沒有 你去挨家挨戶送這個 才是打擾鄰居 四叉貓你去有沒有挨家挨戶安門鈴 沒有 沒有啊 他沒有打擾人家 你想想看 你去既非選舉 又沒有重大的活動 你許小新挨家挨戶送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擾民 這就是擾民 人家打開門 搜也不是 不搜也不是 對不對 門一關起來 可能只有一個字回應你 這個字我就不要說了 對不對 那這樣子你才叫擾民 四叉貓按照法律的規定 申請兩個停車格 去拍貓貓網美日記 有問題嗎 而且這麼多人來 在附近的每一個美食點 讓每個老闆都能夠 這個做到生意 我覺得很好啊 他沒有要去抗議啊 人家只是推動 這個鬆信地區的觀光跟美食 你身為立委 你要謝謝他 你應該贊助他 或許小新應該要下來送你們一箱水 這是許小新委員贊助大家的 謝謝大家 我覺得貓貓應該要有一些通關密語 你不是有弄一個美食地圖嗎 然後你應該跟你的這個支持者講說 我們是因為是超貓在那個上面寫那個地圖 我們特別來這邊吃東西的 他們幫你增加一點 貨幣有沒有 好 就是貓貓的功德 我會跟他們講 我會跟他們講說 因為我會現場會放一張那個美食地圖 對 然後講說你們去吃的時候要說 我們是因為這個慕名而來的 對啊 不是那個去來看巧新 巧新不要臭美喔 要是明天真的人很多的話 巧新不要出來臭美好不好 都是來看我的 謝謝